福建省福鼎市的四季幼也丰收了 因为今年天气不错 再加上田间管理到位 今年四季幼的产量和品质 与往年相比都要更高一些 福建福鼎前崎镇大兰村的 300多亩四季幼已经陆续成熟 亩产在6000斤左右 今年福鼎的天气 整体对四季幼生长比较有利 再加上技术指导和科学田间管理 四季幼的产量和质量都有所提升 前来国厂采摘购买四季幼的散客 也是一批兼一批 我们这边大南国厂的面积 大概是300多亩吧 一亩的产量大概是6000多斤 今年算是大分烧的年 今年一公斤可以卖到20块以上 目前福鼎全市种植四季幼1万多亩 预计产量可达3万吨以上